好 再来关心妇女朋友呢 年到了中年呢 要固定的来进行乳房X光的检验啊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要照顾 但是呢 台中有这位太太 她呢 二十几年前 曾经做过细胶龙乳 结果呢 她去做这个乳房X光检验啊 你知道她那个摄影的时候 要把你的乳房这样挤压嘛 那个冷冷的机器这样压的 有时候就觉得很痛的 没想到副作用是 竟然把她的这个乳房当中 填充的细胶给挤爆了 细胶还流出来 到了乳房的组织里面 把她痛得都不得了 找了医生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才把渗漏出来的细胶给清除完毕 就是这一台同款的乳房X光机 一夹下去 当场让妇人的胸部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为什么一定要压扁 我们就是主要是要让它里面的组织 全部要分散开来 一时拿出妇人的X光片 这里就是乳房被压扁 细胶外泄的地方 左乳房完全消下去 右乳房里的细胶则破了五公分 右边的乳乳已经产生破裂 所以这个形状也改变了 那左边整个乳乳完全破裂 妇人的胸部一下从C罩杯变成了A罩杯 因为几天前到社区做免费的乳房X光检查 机器一夹下去 结果大事不妙 整个细胶流了满 满 整个胸腔里面都是 那清了 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才能够把它完全清干净 当时细胶整个流到乳房的组织中 二十年前的龙乳就这样完全毁了 所以有做过乳房 一乳手术 那超过十年的话 再筛检最好 建议是由超音波开始 不要做这么厉害的挤压动作 这样会比较安全一些 医师建议龙乳的女性要检查胸部 应该利用超音波 不过有了这次惨痛的经验 证明妇人已经吓得不敢二度龙乳 中西红城网瑞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